請你先誠實要看狀況喔 這些話說了就會炒飯 哪些話還真的不能說 老師有一些話是禁忌的嗎 你說跟我先生喔 對 可是我們結婚那麼久 如果真的有也太難癌了吧 情侶之間講的話 有時候要看交往程度 對 是不是 對 沒錯 像我結婚二十幾年了 所以幾乎是百無禁忌了 黑暗哥也是吧 雙胞胎都生了 然後他有一些秘密 不能跟范范講 是 我講出來就不清楚 要秘密對不對 跟我講我口都很緊 我做人坦道算了算了沒關係 那好像我有什麼話跟你講 不敢要講而已 不會啦 夫妻還是多少會有一點秘密在 對 像妳有一些秘密 是進棺材的 對 要帶著進棺材 對 對 連跟顏羅網都不能講 這真的是秘密 對 沒錯 這就是相處的哲學跟智慧 來 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跟我們分享的首先第一位 對老婆感情如礁似稀 帶有自我原則的就是沈玉琳 是的 好 容易相處女男 甜滋滋的情況 如果引發吵架 那要好好相處就很難啊 對 好 謝謝 好 歡迎愛情全新投入 也重視個人隱私的小優 所以愛情你再愛對方 你不能忘了自己喔 但是有時候如果太誠實 會傷感情喔 謝謝 好 季曉芳歡迎台東兩性一庭 一定要請到她林翠芬老師 哈囉 好 台面來的時候要多獎 可以增加感情骨本的話 少獎會讓感情骨質出鬆的話 謝謝 林翠芬老師 好 接下來黑雲哥 今年我們還有特別的來賓 這三位是GVB的新節目的成員 我們是周末鳥人秀 哈囉 歡迎你們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周末鳥人秀的主持人 我們是白文鳥 我是白白 我是大文 我是佑人 嗨 我們有在那邊第一次見你 對啊 第一次 第一次見你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你們 怎麼會坐在這裡 我聽說你們的節目 你們的節目也要藉這個機會 讓他更了解 對 宣傳一下節目 對 這個節目它其實是一個 深夜節目 深夜時段 10段大概是 10段是在 每個星期六的晚上11點半 也在歡樂台播出 11點 11點半 是11點半 11點半 到幾點 12點 半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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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裡面聊的話題 可以衝撞道德嗎 我們可以 就是盡量的什麼都想講 然後百無禁忌 百無禁忌的去 你們先為互聊嗎 我們衝到一個不行 因為我們還有短劇 就是半個小時裡面 還有短劇 還有KTV 然後我們短劇 我們三個人會各自扮演 不同的角色 就是有點透過角色扮演 去講一些 平常我們自己不會講的話 三十分鐘就你們三個幹到底 對 還有的話 是我們營造出在棚內 你沒有什麼問候 你沒有什麼問候 我這個播放變優秀啊 對啊 所以裡面會講到性 會 我們會就是訪問來賓 然後營造出一個KTV的氛圍 要來跟唱歌 重點來容 還可以唱歌 講到性這件事情 是 你們 我先跟老師來一段 講可以唱歌 你們在 你們在節目 因為就是要有這種衝撞 然後你比方說來賓是老師 這種很端莊的 然後賢俗的 這個才有張力 對 如果你問他一些問題 但是你又不能 感覺好像是讓人家這個 感覺 考驗他們一下 對 你來挑戰一下 我到週末鳥人秀來 盡量往性的方向講對不對 衝撞好不好 老師好 你好 許惟老師想問你 就是平常怎麼結婚二十幾年這樣 平常如何排解寂寞呢 這個問題好 我不喜歡答這個 妳說要加節目還不喜歡 妳可以跳步 沒有 可以跳步 只能一次 要跳過一次 好怕一次 好 不能迴轉 就PASS一次 一次 好 下一位 那這個我不要講 好 那請問老師跟先生結婚這麼久了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 這個戀愛的心情 或者是相處之間的氛圍 是藏寶如新的 這個可以嗎 問得不錯 這個問得不錯 這樣子他有點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要直接一點說 借助什麼道具 直接講了啦 有時候一瓶紅酒對不對 我不要講這個 腳踏車 汽車 對啊 我也不要講那個 這個不行 妳講那不行嗎 我不要講 再一次再一次 好 再一次多題了 我問你第一集 化妝 厲害的來賓 第三集再不回答 就沒有酬勞了 好 千萬萬萬 老師你覺得就是自己最滿意的 一套戰鬥服是什麼款式的 這樣可以是穿搭嗎 這個可以吧 什麼叫戰鬥服 就是你們在進行一些 訪釋的過程 進行一些事情的時候 戰服 我不要公開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而且每個女孩都一定會有 這種戰袍 對 有 比方說護士的 對 對 可以更了解 或者是那種先生 她本來的先生 像小優也有 她有一席那個清朝的觀察 太解了吧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可以回答 那妳的是什麼 不要講這個 不要回答 那可以選擇題嗎 A B C 三個選一下 選一個比較趨勁 第一個可能是蕾絲 透明的 長的 然後第二個可能是職業 例如說護士 老師 空姐 職業系 學生 第三個的話可能是絲襪 然後前後開當 好重寫喔 她的臉忘心跳了 我確定不會在週末鳥仁秀看到我 直接退通告 我這節目看得很有趣 很有趣 對啊 超級有趣的 對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今天有一些百無禁忌 我們今天也是 今天百無禁忌 對 百無開放 讓你們好好的作答一下 好嗎 總理之間 好 什麼話呢 首先第一個禁忌是 家人的隱私秘辛 我覺得兩個人相處 就有一些家裡的事情 一定不會講 我最近有一對情侶朋友 才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她們 但是情侶 就是他們最近除了很不好 已經吵到快要分手 可是他們在一起都快要5年了 原因就是因為 那個女生有一天知道那個男生 他家裡一些事情 就是那個男生家裡 從小他父親就去世了 可是他媽媽啊 一直以來都有一些不堪的事情 就譬如說他媽媽 就會一直換男朋友 然後也會帶不同的叔叔回家 然後我這朋友 就不想要接受這件事 也不想承認這件事情 我爸很照過之後 你這樣看得我講以為 你是覺得我媽有在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沒有... 那我這樣講 你看我就是這麼敏感 我就是在罵我媽媽 對啊 因為就連我們自己朋友 這件事情是絕對 不能提也不能拿來開玩笑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很 不能開玩笑是哪一個點 是他媽媽帶很多叔叔回家 對 就不能講到這些事情 他就是我朋友這種內心 他就淫步了 特客兄嘛 對 這個意思對不對 但也不是特客兄 因為他就是他... 交流啦 對啊 因為他老公死掉了 常常就會有一些男生朋友 他媽媽也很年輕漂亮 然後常常會有這種就是 你知道要關心 對啊 那他還有七情六欲 這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他就是我朋友 我朋友就不想接受這件事情 也不想談 因為在家常都看到 媽媽帶不同的叔叔 他自己也覺得很難堪 所以他就一直都不講 媽媽可以談耶 為什麼要不同的叔叔呢 就是所以他媽媽的私生活 比較亂一點 講他媽媽 亂講 不是這樣 因為每一個女人 一生當中要有一次雙飛 所以他就想說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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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是哪邊有記載 一個一輩子 分草綱目裡面有 一個女人一輩子 對 就是廣結善緣 對啊 你就是 廣結善緣 多認識一點嘛 選擇一個好的對不對 對啊 然後就有的是 姻緣機會之下 然後他女朋友就知道 這件事情了 然後他女朋友就很生氣 想說我們都在一起五年了 為什麼你爸爸去世 你媽媽這件事情 都不跟我講 然後跟我朋友 當然就是他連朋友 都不想講這件事 怎麼可能跟他女朋友 都不想要講這件事情嗎 然後可是這個女生 怎麼講 又感覺很不善解人意 他就一直覺得 你有這件事情瞞著我 是不是有更多事情瞞著我 然後他就問他男朋友說 你是不是有更多事情瞞著我 然後那個男生朋友 他又不想講 兩個人現在只要講到這件事情 就吵架 吵不可開架 我們就是 當然我們是身邊的朋友 有勸那個女生說 你知道有時候家人的 有時候明明這種事 就不要再問了 對 知道越少越好 對啊 但是又很難說 這個女生講得不對 他當然會希望這個男生 對他完全坦白 對 所以就是真的無解 對 對 一般男女如果相差 大概五六歲 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對不對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的弟弟 他剛滿20歲 但是他去交了一個 16歲以下的少女 兩個人也就兩情相約 是兩情相約之下發生了關係 但是後來就是 對 然後就是被那個女生的父母 看到他們手機的訊息之後 然後就告了這個男生 然後就是 以貴成年者性交罪 這個這條罪還滿重的 就是是七年以下 然後他們之家 他學法律的 對 他們家那時候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還去抽了一大筆和解金 但是他弟弟的因此 就是有被關了兩年多 真的有被關了兩年多 而且這條案子 盡勞理日麻煩 對啊 對 就是還 就是變得有一個前科就對了 所以就是一直是他們家裡的 然後他前陣子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因為我法律他現在問我問題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前陣子就跟我說 他因為這件事情 跟他男朋友大吵 就原因就是 因為他男朋友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就一直對他弟弟有偏見 就是覺得 你就是一個性侵犯什麼的 然後也就有點排斥他弟弟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 他弟弟回家以後 帶了一個 就是已經出來了 又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可能看起來滿年輕的 然後他這個男朋友就說 你要不要問一下 那你弟女朋友幾歲啊 免得他要去教那種什麼 小女生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那女生當場大撩 然後覺得說這件事情 就是怎麼會你這樣子講的 那樣雲淡風輕 這是我們家裡很傷心的事情 然後他們兩個為了這件事情 吵到差點分手 真的會 真的 對 真的會 那我這個案例 爸爸是就是說 每天都在家裡面沒有錯 可是他爸爸是因為以前工廠 做得很大 後來就失火 那失火以後就賠了很多錢 所以就變成家道中路 那爸爸 這什麼好笑 我沒有笑 那你為什麼嘴角在發抖 他在想 你在看 你家這裡一站傷心的往事 他一直往事家道中路 我就在笑 我講到他每次鋪成都會 他一直想說 即便人要摸透了啦 他爸爸每天都握在家裡面 他久而久之就是 有點像這個失智 有點是這種妄想這樣子 半天 對 有半覺 來囉 我這個朋友第一次 去他女朋友家的時候 那時候只覺得他爸爸 大生意人 因為那時候不曉得 他爸爸以前開工廠 失火這些往事 他爸爸不斷的在接手機 然後一開口 都是幾百萬 幾千萬的生意 好啦... 就這樣子 決定了 兩千萬是不是 明天就要匯給你 就媽媽覺得 這個真的是 女朋友是親心小姐 因為他爸爸是大生意人 可是直到有一次 他覺得不對勁 為什麼呢 因為他爸爸又在講這話了 又是幾千萬了 講了講了 他爸爸手機響了你知道嗎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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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沒有錯 演了那麼久 他忍不住喔 忍不住把他女朋友 拉去外面假裝散步 說你爸爸是不是有點問題 他覺得他爸爸是不是 該去療養院那一種 其實他爸爸沒那麼嚴重 有的人受到打擊的時候 他一直無法平復 所以可能會有這種妄想症 這是真的對不對 走不出來 對 有些時候會有 就一直幻想自己還是 停留在以前美好的時候 有錢老闆這樣 他們家人也都習慣了 反正他爸爸 他爸爸最多就是拿手機 在那邊講大聲音這樣子而已 其他生活也都能治理這樣 好啦 自從被我那個朋友知道以後 我那個朋友有點嘴賤 就是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講有點好笑 可是當事人一定不會覺得是好笑 當事人一定覺得很哀傷 非常 一個正常的慈愛的附近 怎麼會變成這樣 那往後的相處就是這樣 這個有受傷的這個女生 會懷疑說我那個朋友 那麼我回家 是不是去拔妹 或者說是不是去搞一些 那個不OK的事情 結果這個朋友 他就反唇相機 他說你整天懷疑都懷疑 你跟你爸一樣 妄想症 好 真的假的 這話太重了 講一次那個女生能忍耐 講兩次講三次 你一直拿我爸爸 我們覺得哀傷的事情 你拿來嘴談我 對啊 這樣就不OK 結果到了第四次的時候 他又講 他這個女朋友妄想症的時候 女朋友就翻大臉 你什麼意思啊 這是我們家的這個 很遺憾的事情 你拿來嘲笑我 你是怎麼樣 然後說你要嘲笑我 那你嘲笑要告我 結果他女生當場來掌握手機 他怎麼樣 2000萬是不是有 然後 他怎麼有忠意 你剛剛那個收尾 真的 他有點同情對不對 他想說你 其實既然覺得我是妄想症 那我就給我妄想 一次到位 你要笑給你笑 對 而且金牛座女生有時候會這樣 固執 對 固執 你越這樣講 我就越要這樣表現給你看 金牛座這樣嗎 固執 就是人家怎麼講他不停 極端的那種 對... 有這種嗎 有時候會有 但是我覺得 你不講背書對不對 你不講背書 我講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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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通常家人的隱私 秘心都是傷痛 不想掀開的傷痛 或者是會造成這種羞愧感的 所以如果你他不想說 有一個可能 他覺得說了之後 你就會離開他 或者是他覺得說了之後 他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些人 因為有些人覺得 人家知道我丟臉事 他沒辦法去面對這些人 他就會拒絕 再跟同樣的人見面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不想說不要逼他 那更忌諱的是 他告訴你了之後 你還告訴別人 那就會絕對是破壞信任感 所以如果他告訴你隱私密信 你千萬不要告訴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覺得這有什麼關係 或是像我遇過一種情形 就是他會去說 我男朋友遇到這種情形 我要怎麼辦 可是他會覺得 你去把他的隱私洩漏出去 也許你覺得你是對外求援 去問怎麼辦比較好 所以像這個要很小心的處理 對 真的 家仇 好 第二個是 家人對彼此不滿 這個真的會 因為我之前大學時期 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因為那時候 他可能就是剛剛出社會 沒有賺那麼多錢 所以週末有時候會來住我家 然後我媽媽那時候也想說 好 因為我們那時候 家裡是上下鋪 然後他就睡上鋪 我睡下鋪 就是小時候那種上下鋪這樣 然後他睡上鋪 我睡下鋪 這樣家人也不會覺得 你們會亂來這樣 正常的你本來就男上女下 你本來就不一樣 男左女右 男上女下 對 反正他就會睡上鋪 我睡下鋪 所以深夜會用腳在那邊踹上 睡了沒 梁夏天嘛 好啦 放下來了 你講太多了 反正是 抓得懶案了 翻下來 手還盪著 太忙了吧 反正本來住的...都好好的 但是有一天我媽就跟我說 妹妹啊 你那個男朋友每次來我們家 我們家人都搞到肚子很餓 為什麼呢 因為週末只好 橘子的朋友情史輝煌 竟然到這種地步 其實現在的他 想要找一個對的人適合得對 像結婚生小孩共組家庭 只是往往對方聽到之後 可能態度都會默默的 就是轉變 跟妳量大概多大 就是數字是 反正用一打一打算的嗎 幾位數 就是當別人都在追求 搜集十二星座的時候 我這個朋友是在搜集世界地圖 好可怕喔